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七支粉色系的口红或唇釉 这七支既有哑光质地,也有滋润质地的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支是露华农的Balm Day 蜡笔口红,色号是001 Honey Douche 这一支呢是滋润质地的,有点像润唇膏 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道 我的唇色比较深,所以上手的颜色要比实际的颜色浅 第二支是露华农的Super Lustrous Lipstick 黑短口红,色号是423 Pink Velvet 粉红丝绒 这一支的质地非常滋润,不显纯纹 秋冬也适合,而且没有任何味道 上手是这个颜色 第三支是露华农的Ult HD Matte Lip Color 高清哑光唇釉 色号是600 Devotion,裸粉色 哑光质地不拔干,也不显纯纹 有一股甜甜的香草蛋糕味道 有一股甜甜的香草蛋糕味道 上手颜色是这样的 第四支是露华农 Ult HD Matte Lip Color 高清哑光唇釉,色号605,眉红色 哑光质地不拔干,不显纯纹 这一支有一股酸酸甜甜的树莓味 露华农高清哑光这一系列的唇釉 每一支都有独特的味道 裸色系的偏香桃味 深色系的偏水果味道 第五支是Kiko丝绒一系 奶油口红 色号是102 Pink Sand 这一支的质地非常滋润 有一股香香甜甜的巧克力味道 我非常喜欢 上手的颜色要比实际浅 第六支是Kiko雅光小金管 色号330 Coral 珊瑚色 这一支是雅光雾面的质地 不拔干 有一股香香甜甜的巧克力味道 适合白皮 上手的颜色是这样子 第七支是Milani Amore Matte系列 色号26 Fling 美粉色 这一系列的质地都是比较偏干的 虽然是雅光雾面 但是会显纯纹 没有任何的味道 但是它的颜色非常漂亮 是一个干枯 粉紫色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七支粉色系的口红 有大家喜欢的吗 这就是 Platz 他们有的 是 我们在这边 全